有没有台湾男生追求我 我很想押到台湾去 我们在远离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更发达的地方 我们没更发达的地方 你可以去台湾呀 找个台南帮你换快土壤生活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九 最近中国的罗汉角 越来越多了 大龄圣女意思如此 这不外乎是中国的计划生育 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衡造成的 以及中共塑造的肉弱强食 369等赵家人制度的环境 以及部分地区的拐卖妇女 这种中华优良传统民俗文化 官员人上人赵家人的极端负权主义 压迫到整个社会下 造成了女权也想反抗 进而扭曲了一部分的极端女权 近期啊最经典的案例 应该就是胖猫事件了 那中国的人上人是怎么样的呢 还记得上个礼拜啊 6月16号 北京大妈驾驶的 所谓有外交豁免权的使馆车 大拉拉停在马路中央吗 事后被证实证明北京大妈 是亚太空间合作主司的秘书长 懂什么叫使馆车吗 懂吗 懂什么叫外交豁免权吗 那到了6月20号 这名大妈拍了道歉影片 网大网友为我进行了 诚恳的批评 经过认真反思 我向大家做出 深刻检讨 是以最深刻的歉意 OK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会觉得很真诚对吧 但是很多中国人嘲讽 这个就是官方操作 虚假道歉 这个时候台湾人肯定会 圣母病觉得 人家都道歉了 为什么要怀疑人家呢 这个就是生活环境 不同的所造成的 中国网友生活在那里 非常了解这种道歉 跟正常国家是非常不一样的 结果不到一天 6月21号开始 陆续了证实这些猜测的中国网友 都是对的 中国各大媒体开始带风向说什么呢 这个北京大妈 尤其虽然违规停车 但是他曾经担任过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航天局的副市长 也是现任的亚太合作秘书长 一个58岁的老人 因为一次简单的围停 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要大家放过尤其 批判的网友 哪一个人对党与国家的功劳 比这个尤其还大呢 你们骂他却忽略他为国家 为党付出的努力奉献 但是网友批判的 不仅仅只是针对围停这个事情 而是你围停 你还拿出官的那个气势 官的那种特权去呛人 这才是让中国网友最愤怒的地方 或许我是猜 但我这个猜绝对100%是正确的 这名北京大妈平时 在他的公司啊 或是遇到比他地位低的人肯定 或是收入比他低的人肯定就是那种 哎滚蛋啊 端杯茶来是不会啊 难怪当底层 事项点 咱们现在谈声音了 戳拳 滚 以止气死这样子嘛 滥用特权嘛 这才是很多网友不满的点 我相信你们有接触过这种 达官显贵啊 或多或少应该也是这样的态度 不是你贵我就是我贵你啦 这胡适也说过嘛 而这一系列种种 都只是造成大龄圣女 或是罗汉角的现象之一 4月份杭州举办的相亲大会 现场将近1000名女性参加 除了工作人员之外 连一个参加的男生都没有 你们要知道中国就是 常常会搞这种相亲大会啊 什么相亲角公园嘛 对吧 中国好多地方都有相亲角公园 这个就是中国特色啊 其他国家没有的啊 那为什么这次相亲大会 根本就没什么男生 或是越来越少男生过去参加呢 第一个 没钱嘛 通缩嘛 经济非常差嘛 大环境确实不如10年前的那种 高发达的中国 第三 普遍来说女生的要求太高 而自己又没有相对应的能力 对男生来说 这是经济上不平等的条约 而部分的这些中国女性啊 我是说部分啊 嘴上喊着 不要把我们当这个生育机器啊 我们也是人跟男生一样 拥有权利的啊 但是你们又在相亲角公园 或是相亲大会上 把自己当作商品给拍卖出去 什么呢 男生条件要月入十几万 人民币嘛 要全款买车买房 不能有贷款哦 不能负债哦 父母要和谐和睦哦 男方的学历要很高哦 那外表呢最好是180 185以上 体重不能太胖哦 那个长相要非常的帅气 要像明星哦 但自己的条件呢 可能月入三五天 也没车没房 甚至你还有花贝的卡在 而你也说啊 我婚后不做家事 不带娃 猪此类的 所以对于中国男性来说 我为什么要花钱买一个主人 回去伺候呢 然后还把自己当奴才呢 那我单身好了 对吧 不然就是 啊 我彩礼要几百万 那以上这些 你都要求男生 不管是身材 外貌 内涵 这个学历 工作 收入 这方面的条件都比你高 这些比你高的人 为什么还看得上你 然后看不上你 你又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爱情呢 我不相信爱情 可是你打从一开始 就不是因为爱情 而去爱上一些人 不是吗 你是因为这些附加条件 而最近有些中国圣女啊 把眼光放到台湾人身上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段影片 呃 有没有台湾男生追求我 我很想搭到台湾去 我不是美人 我是没有找到 能爱得上我的男人 所以 我现在已经把目标 描向台湾男人了 我宁愿搭到台湾 也绝不会下降 你君子不立 无一强之下 我们要远离这样的一个环境 这就为什么女人要 不断地向上向上向上 去更发达的地方 文明更发达的地方 你可以去台湾呀 找个台南 帮你换快土壤生活 只有文明发达的地方 才能适合女性生活的地方 动物的话 只会就向下的 弱肉强食 就会对到 我只能说 如果你们 抱持这样的观念 来台湾找对象 还是那种三六九等 我只是为了翻身 而不是因为爱情 那你还是别来了吧 来了下一个会期 配合国民党六改四 更容易取得身份 离婚还可以取得 一部分男生的家产 你有投票选 还可以选总统 护照可以免签去欧美日韩 然后呢 投亲共政党 让自己的孩子 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记住我 你的主席啊 是圣上 你的国旗是五星旗啊 当然 或许不是所有的中配 都会变成这样 但这个基数还蛮多的 这些影片不知道 小粉红看了会怎么样破防 难怪有一对小粉红 跑来我的频道说 要抢女友 要抢媳妇 与其你们双方在中国 互相抱怨男男女女怎么样 最关键的核心问题 不就是中共刻意 打造这样的环境 让你们去斗 让你们去内卷 去内耗的吗 我随便再讲一点就好 为什么 必须得要有房 才可以结婚 不然就是 小孩生出来几岁前 一定要有房 这不就是中国政策造成的吗 学区房吗 不能像台湾不能像欧美那样 我房子可以先暂时用租的吗 我也不一定 一定非得在这种压力下买 然后又买到烂尾楼 是不是 跟政治有没有关 有啊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现象来看 像是这段影片 是昨天广州市区的地铁 眼看上去好像只是抢位置啊 没有先下车后上车的里浪 这跟中共有什么关系呢 这不就是人民素质吗 哎 关系可大了 今天哪怕在台湾交友一次 这样的事情 就会上大新闻哦 而这是中国地铁常常发生的事情 这不是个别现象啊 我17年去上海 苏州南京的时候 常看到啊 我听以前台商分享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啊 不仅仅是地铁 火车高铁 公车 商场位置 意思如此 现在2024年的中国还是这样的 而看我频道的又不是只有台湾人 我中国的粉丝也是非常多的 他们也讲 确实啊 中国日常就是这样子啊 这就是中共想让大家看到的 我们只在乎自己 莫管他人瓦上霜 我也很想要先里让 但是很多人不遵守 那不遵守我也只能跟着不遵守 不然我抢不到位置 我根本挤不上车啊 对 有些小战 或是人比较少的 他们会遵守 但这是常态确实嘛 我在台湾搭了十几年的捷运 我好像一次都没看到 这样那么夸张的现象 可能只有单独个别一个去抢过 没有像这样群体的 没有看过 虽然中共嘴上都说 要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事实上 这是精致的立即主义者 虽然中共都说西方的民主是自私的 日本的台湾的也是 但我们可以发现 每当巨大天灾 民主国家的自主团结力 是最大的 但没办法 在中国这种环境 你不抢就没你的份 你原本是一个不抢的人 你到了中国 久了你也会跟着抢 接着我们来说说 最近不仅仅只有广西广东 福建龙岩 安徽部分地区 连江西 湖南长沙 湖北部分地区都淹大水 非常的荒唐 不是台风哦 只是下大雨而已 今天长沙大暴雨 造成部分地铁停止 好多一楼啊 或是地下室被淹 还好长沙那里没有水吧 不然又要像广东广西一样 被泄洪被淹个两三层楼 好啦 这就是我说的 大家只会看表面 却忘了 基础建设并不是单单的 美丽亚 高大上 新啊 而是当天灾来的时候 能不能有效的降低伤害 这几天台湾一些地方 也是下大雨 对吧 双北就是这样嘛 周六的时候 台北有一个捷运站 有小鸡水哦 大概就是淹到鞋底 可能两三公分都没有 就是踩下去会有水花 这样就上了中天的新闻 就被台湾人喷死了 你看我们捷运站是水上乐园 如果这样是水上乐园 中国那是什么海洋啊 太平洋吗 你说把中国特色带进来 淹到一楼半层楼二三层楼 这个时候你还在摧尾大复兴吗 我们来听听看桂林的网友是怎么说的 正常国家听到要新盖水坝都是非常开心的 但桂林人听到要新盖水坝都是怕的要命 天灾人祸桂林四大水库同时泄洪 为什么不能预警全市百姓 房车都泡水 外出的人也回不去 全程被断水断电 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 桂林这场洪灾原本是可以完全避免的 水利局的警戒机制真的是超无敌拉垮啊 水库泄洪没有全程通知 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感性这是高度发展的2024年5G时代吗 半夜连电话都拨不出去 上游的几座水库在暴雨的时候同时泄洪 每年皆是如此 而上游的水库都是以调控洪水的名义新建的 可以这么说吧 水库修得越多洪水就会变得越大 福之口水库是2017年建成的 所以就有了今天98年以来最大的洪水 因为又多了一个水库同时泄洪 原本水库越多合理调配能避免很多洪水 特别在6月份的洪水更应该回避 因为桂林7、8月从来就不担心缺水 6月份把水放了 7、8月再把水补回来就不用担心了 等4个水库修建好之后 4个水库同时防洪 看看能不能把橡皮山冲走 为什么中共还是要如此呢? 这又回到我之前说过 中共舍不得这些水库的水浪费掉 因为水库的水可以赚钱嘛 发电的费用嘛 给下游给其他城市灌溉的费用嘛 对吧?你这些都是钱钱钱呢? 如果先把水库的水提前泄洪了 反正可能下周会有大暴雨 会再帮我补齐 但我中共官方依然不泄洪 因为如果我提前泄了 我就少那几天的灌溉费 我就少了那几天可以多卖的发电量 那我既要又要 暴雨的时候在泄洪 那我还是确保我的发电量 那下游那些城市被淹 你们自己的事情 那是天灾 暴雨这样成的 如果我水库不泄洪呢? 就会垮 所以我泄洪这个也是天灾 所以我不国赔 你们自己百姓负责 钱都是赚到谁身上? 那些达官贵人身上? 水利局身上? 中共官员身上? 那是谁要负责? 那这个是不是完全都可以避免? 可以 但是赔款呢? 不好意思 天灾你民众自己赔钱 但是台湾网红 台湾人觉得 去中国看到的都是好棒棒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伴侣 我是伴侣 下次见了 拜